在北韓週四試射4枚射程200多公里的短程導彈 淺落在北韓東部海域後 南韓國防部發言人對此發表了評論 他說這是北韓2009年以來首次發射飛無腿導彈 不過他們單單選中的時機就是 關鍵決斷演習正在進行之中 離散家庭團聚活動舉行後 南韓統一部發言人說 希望南北方軍不會受到導彈試射影響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就淡化處理北韓發射短程導彈一事 他說美國並不認為這是挑釁舉動